这个周末假期阳光露脸 出面走一走呢 来看到在台北的后花园金山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上山下海找了两个私房的景点 一个是在金山的附近海滩 一个是在巴燕聚落 不管是喜欢刺激呢 还是喜欢田径的山水风景 跟我们走一趟 带你到金山一日游 冬天来到海边像我穿这么多 不及格要像他一样 全身上下都是防寒衣 你进来做什么 冲啊 好处啊 不管海水多冷多刺骨 冲浪客有了一身防寒衣 什么都不怕 化身太上健将 小时候都没脚 难得露脸的 再养崩崩 浪来了左右手快滑 一个进步正上浪板 乘风破浪耍帅一下 年轻人身体好 边玩还能锻炼身材 今生黄港附近的海浪 好像专为他们打招 一边的浪你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冷啊今天 不会冷啊 但是肯定你好像有鼻音了 是不是真的会冷 对不对 还是会有鼻涕 有一点 这块美丽的池塘 其实是人工造景 原本它是一块地瓜田 本来不齐也的石头和枯木 生态保育专家巧手一变 反倒成为池塘中最重要的角色 从上游引进山泉水 这是金山八岩俱落的池塘 叫做水中央 过去农民在那边种田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感觉 反正就是缠着去缠啊 然后你说那个景 它完全没有画面 我说那你就租给我吧 他说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只是放水 他说你是骗人的 你是来骗我田产的 放眼望去 蓝天白云加上绵延山蓝 仿佛人间仙境 有人爱刺激 有人喜欢田径山水风光 很少人知道的 金山黄港海滩 和八岩俱落 走一趟就能远离 都市沉潮 记者王运钧 吴一轩 新闻时报导 起优优责 一躯 一口